我們今天來看看怎麼樣用AE內建的CC Snowfall 來做這樣的所謂的下雨的 當然它裡面還有什麼下雨的 這些在AE內建裡面就有了 那麼首先你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在AE裡面有很多濾鏡都是CC開頭的 當然這個跟 Adobe CC 版本沒有關係 它就是併購這一家公司總共有61個濾鏡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如果我們開了一個新的專案 開了一個新的合成 有了空白的塗層 不管什麼顏色沒關係 你看點進來 上個禮拜我們不是有介紹去背嗎 你看這裡有CC的 然後呢在這個 這裡更多CC的 這些開頭都是那一家公司的 那我們的Snowfall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找一下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在模擬 Sevenage這個裡面 這類別裡面就有Snowfall 這就是下去 如果你要下雨要Rainfall 下雨 那這個模擬的其實都很下 都蠻像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範例檔 我這裡已經有放了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從這邊下載 如果沒有辦法下載 你就用其他的流行器打開就好了 各位下載好之後 請你把它解壓做致死就可以了 那個資料夾就在裡面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老師已經完成的檔案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那我們拉動一下時間軸 這樣有沒有 雪就飄下來了 聖誕老公公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你要怎麼做 OK 現在呢我們就請以前的廖老師來講一下吧 現在我們來試看看怎麼樣加入CC Snowfall 那點到這個背景圖 我們找到Effect裡面的 simulation 有沒有找到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CC Snowfall 加入之後呢 我們分子運動本來就是一種 不需要關鍵格就會懂的 你就可以看到畫面上已經有下雪的效果 那我們先把它的Size的部分呢 雪花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雪花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再來如果 有需要設定這個雪花的這個數量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Flash 這就是雪花的那個雪面 還有一個是下雪的速度 甚至呢你還可以加上風力的 風喔 欸有風的話就會怎樣 就會影響到它的什麼 飄下來的路徑 它就不是垂直的下來 那當然顏色你可以改 透明度啦 你可以做一點點調整 這樣就不會覺得好像是完全 那麼這時候其實都是有關鍵格 這個碼錶可以設定動畫 那甚至呢我們在Petra這邊呢 你還可以設定一個就是那個 雪花本身飄移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要自己指定的話 花從哪邊飄到哪邊呢 您可以直接拉動一下鼠間走 看看它的效果 我們分子運動最特別的就是 它基本上會怎麼樣 不用加關鍵格就會動 所以只要是屬於分子運動的 它都有這個特徑 因為它就是模擬自然界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隨機的 就會有這個動的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這裡 你看風的有沒有 這個時候 這樣吹下來 有沒有 上來就歪掉了 方向性 所以這個濾鏡不難 最主要就是各位嘗試做看看 你看 這位老師講完了 那我們實際來做看看吧 來 所以 這裡 有背景 對不對 你可以按著它 拉到下面來 你放到下面來 這樣就會以它 產生一個什麼 新的合成 對不對 那麼聖誕老公公 隨便你拉 這裡 你可以先把它放進來 當然你要做動畫 再來做動畫 好 那麼我們直接針對背景來做就可以 當然你要變成一個獨立的圖展 來做也是OK 所以我現在點到這個背景 你到哪裡 特效裡面 Effect Simulation 模擬 Snowfall 看下去 你可以先拉動看看 因為我們一套進去之後 其實就有那個效果 有沒有 一點點 雪花慢慢飄下來 一點點 但是呢 這個還不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的尺寸 變大顆一點 這裡可以調整一些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呢 這樣就大雪紛飛 那你的這個雪花的數量可以自己調整 還有我們剛剛有看到風有沒有 一家 你看 這樣有沒有變血血的 所以如果是爆風雪的話 就變這樣 這樣描寫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原來我也不用設關鍵格 只要套下去就有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什麼 用preview的 這邊的preview 跑去哪裡了呢 沒有看到 好吧 來這邊 把它打開 preview 好點下去 所以你面板不見 就是自己再去找一下 這樣就做好了 那如果你要慢慢的飄 就把這個速度怎麼樣 這裡有一個叫speed 把它變慢一點 然後把它變慢一點 這樣會飄得比較慢一些 這樣了解 所以給各位試看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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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